歡迎收看雲端最有錢 有看就會變有錢 大家好 我是慶儀 每個禮拜一跟禮拜三 都在這裡跟大家一起來直播分享 我們希望可以一起來努力 一起變成財富自由 跟心靈自由的自由女神男神霸 那麼現在做財經 真的越來越不容易 因為你要看的東西很多 包括要看看這個推特發文 還要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美國版的川劇變臉秀 現在又上升到哪一集了呢 我們來看到真的是 本來大家在想說 川席會握手之後 不是很多東西達成 稍微一個暫時休閉的協議 日子應該可以好過一點吧 但是沒有想到 這個雨過天晴沒有多久 我們這個 川普他在推特上又發文了 那麼這次發文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川普的新命題是講到這個匯率 他說中國跟匯率這個操縱完很大 讓錢注入他們的體系 只為了要跟我們競爭 還說我們應該要加入戰局 又要開戰了嗎 不然呢 這個這邊寫過來 就繼續當個蠢蛋 眼睜睜看著其他國家 持續搞這麼多年的這些手段 那麼川普為什麼會突然發這個推特呢 當然是其來有自 我們來看到是美國五月份的貿易赤字 飆升到了555億美金 這是創了去年12月以來的 逆差的一個新高峰 那這個難怪這個川普就萬壇 這個狠話放了一大堆 貿易戰也打了半天 讓這個很多股民這個哀聲嘆氣 但是沒有想到這個數字 竟然還這麼的難看 那麼雖然最新的報告出來 並沒有把中國列入這個貨幣的操縱國 只跟其他八個國家 列入這個觀察的名單 但是我們也看到這個美元的 這些指數出現了一些變化 我們來看到這美金的部分 雖然這個最近美金還在高檔震盪 但是從去年到現在來看 去年是大升了3.2% 那麼以聯準會的貿易加權指數來看的話 美元跟目前最強勢的這個表格我們來看到 美元跟最強勢的這個時間點 2002來相比的話 目前其實差距沒有太遠 那麼強勢的美金 當然對於這個美國的出口是不利的 所以川普應該是不太喜歡這樣的情形 到底目前美國的經濟情況怎麼樣 大家實在是有看沒有懂 都說美國經濟還記得嗎 一開始說哇塞今年可能很險峻 但是我們看到數字是 全球股市從這個上半年的整個漲幅來看 漲最多的 我們這統計到到目前為止 整個漲幅漲最多就是廢板 已經漲了三成多了 那麼那斯大克也漲了24% 標普漲了20.22% 我們看這美股四大指數 其實表現都非常的優 如果今年以來你投資美股的話 其實是賺蠻多的 但美國這方面 到底現在這個經濟的真相如何呢 我們今天會好好來討論 那另一方面大家就非常關心的 就是馬上聯準會是不是要降息了呢 現在聯準會真的非常的尷尬 因為川普不斷的在罵這個 這個聯準會的主席說 你真的是一個固執的孩子 你如果在這樣的話 我是可以把你開除的 他不斷的講希望就可以降息 那麼聯準會一旦是降息的話 不就是跟川普低頭了嗎 但是如果沒有降 現在大家都覺得可能100%會降息 會不會失望性的賣壓又出籠呢 好 這個很明顯 7月底就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這個時候你的投資組合 要不要做一些調整變化呢 今天我們要幫你看緊好你的荷包 馬上介紹我們今天現場的來賓 第一位是花企銀行的 財富策劃諮詢部的資深副總裁 曾慶瑞 歡迎曾副總裁 慶瑩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的資深股市分析師 財經專家憲哥歡迎 慶瑩好 大家好 我們這個很年輕 這個是也是我們的投資專家 財積M平方的創辦人 Richard 歡迎 慶瑩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推特 川普這個又開始變臉了 現在發行這個最新的推特 又讓大家開始覺得緊張起來 我想先問一下這個貿易戰之後 我們感覺全球的情勢 應該是緩和很多 股市在漲 台股還是很強 那到底現在整個全球的情勢 有沒有慢慢回溫變好呢 請舉牌 沒有 所以股市都是脫離基本面 漲開心的啦 是 是齁 早點很怕 來 副總你怎麼看 好 其實我們對股市看法相對來看 我們簡單是說 我們覺得目前的企業獲利 並沒有完全反應在 特別是美國貿易戰的獲益 並沒有完全反應在股價上面 所以相對來看的話 我們對於說 未來可能第三季 第四季 特別是美國企業獲利來看的話 我們就會有壓力 所以相對而言的話 我們覺得股市會有一些 這個拉回的情況 那就話題這邊 其實我們準備了所謂的 熊市檢驗指標 不過我覺得投資人 比我太過擔心 其實話題這邊我們大概準備了 所謂熊市檢驗指標 分成六大項 十八個系項 我們做了非常審慎的觀 這麼多項 是 包括股市投資評價 包括了兩年期跟 十年期公債值率的利差 市場投資氣氛 現階段企業活動 獲利期情跟資產副代表 這東西其實目前 我們觀察到全球股市當中 十八個系項當中 只有四項 是進入我們的熊市指標 所以相對而言 我們覺得不需要那麼擔心 十八項裡面只有四項熊市指標 是 那為什麼 為什麼東西很好用呢 其實我就想 過去的歷史經驗可以來做 做個參考 那我們除了說 剛剛提到說 全球股市十八項有四項之外 那比如說 美國的話目前有七項 然後歐洲 不含英國的話有兩項 所以相對來看 我們就全球股市 不論是美國 全球跟歐洲 大自然看沒有什麼太多問題 那為什麼我們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檢訊指標 我覺得可以具參考性 我們看一下 這是在我們在2000年跟2007年 之前做一個分析 在2000年的時候 這十八項指標當中 有17項 出現 17.5項 所以出現熊市的警訊 後來就出現 你會發現其實 那個紅色的線 是所謂的指標的 到底有多少項 藍色的線 是MCCI世界指數 所以你發現 當指標超過 到達十幾項以後 我們就發現 其實股市就非常明顯的反轉 那反觀是在2007年一樣 2007年10月 當這個指標出現到13項的時候 也是一樣 股市大幅反轉 現階段 只有大概四項左右 所以簡單說 從我們非常非常客觀的分析 我們倒不覺得說 股市會大幅的修正 但是漲多的股市 受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有些修正 我們覺得是正常的 是合理的 套句巴菲道修正講的一句話 當好公司或好市場 遇到倒雲市的時候 反而是投資人 要逆向是實現 好學生 不小心被K到的時候 反而是進場的時間點 所以從這個畫技集團 很專業深入的分析 覺得目前 18項指標 只有四項是在熊市 所以還安全 雖然沒有回溫 但是還算安全 還可以投資 但投資的標題 要做一些調整 怎麼調整 待會再來幫我們分析 信哥你剛才舉得很快說 沒有變好 對 那現在什麼情形 好我們從這個今年跟去年 在整個全球的經濟成長率 來看的話 那去年是3.0 今年在元月份的時候 預估是2.9 在6月份會往下修到2.6 那從2.9到2.6 這個差距就蠻大 那明年呢 是從本來是 元月份預估是2.8 現在是下修到2.7 也就是說目前來講 全球的經濟表現並不是那麼好 那最主要就是剛剛庆宜講的 就是川普他從所謂的貿易戰 打到科技戰 現在打到所謂的貨幣戰 一波未平一波幼稚 看起來 那像不太大 就沒完沒了 他一直要打 一直要讓整個中美貿易戰爭 他的戰場越開越多 那麼最主要就是他希望子彈慢慢飛 因為他到明年年底才要選總統 他不希望他這所謂的中美的一個貿易的抗爭 他會在這邊戈籃而止 都慢慢的慢慢的跟你玩 我們台灣人說的 那國標 國標是最嚴重的就是 要嘛你就一刀斃命 要嘛你就是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結果 看好看壞都無所謂 但是你那個又好又壞又壞又好 然後一下子又要降息 一下子又搞了 搞得大家都已經分頭轉向了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 你現在不用看美股了 美股到10點開盤 你就8點看川普的推特就好了 其實跟著推特的tempo走還蠻好做的 對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在懷疑 川普有沒有在放空美國的期貨 當美國的道雄大漲400點那一天 他馬上就發了一個很不好的利空消息出來 當天就又打下來 當打下來以後 他又發一個很好的利多的消息出來 他每天這樣操作來操作去 搞不好川普以及所謂的川普們 他們就是利用放消息 在賺所謂的期貨的一個操作 這幾乎是可以用我們猜測90%可以猜測 不然的話幹嘛 你一個總統 90%已經不是猜測了 你一個總統 你又不是財政部長 你又不是經濟學家 你又不是經濟學家 然後你每天都在利用你的推特 在影響到美國到窮的一個表現 影響到全球股市的表現 那你的目的在哪裡 一下子說要把中國打死一下 又說要反而一下 又要延期一下 全部都你一個人在主導 一下子把中國打死一下子 又什麼美國 日本跟韓國 現在又搞到華國去 你戰場也開得太多了 看起來就是 所以這個時候還是要特別小心 當然副總講的沒有錯 那幾乎那幾乎裡面 不是每一乎都壞 好學生遇到倒霉事 這個時候就是好機會 但是壞學生這個時候 當潮水他退潮的時候 誰沒有穿褲子就看得出來 這個壞學生好學生 我們等一下把它找出來 Rachel你剛剛怎麼看 你剛剛也是覺得 其實現在情況沒有很好 應該是說 其實我蠻贊同剛剛憲哥提到的 我覺得中美貿易戰 其實就是一個持久戰 那為什麼是一個持久戰 其實從我們之前在G20 6月底的時候 開的那場會 從五大圖表裡面 就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那個時候 他開的這個五大的一個重點 他有提到說 我們可以暫緩後續 三千億商品的一個關稅 那這件事情其實被市場解讀為利多 但是真的是利多嗎 我們來看一下 不是嗎 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一個中美貿易戰的 整個中國跟美國之間的 一個貿易的差距 我們可以從這張圖裡面 看得出來說 美國對中國出口的總額 在2018年大概是一千兩百億 但是中國對美國的出口 總額在2018年其實高達五千三百九十億 所以川普他其實有五千三百九十億的金額 可以去針對中國這邊的貿易去做課稅 那他從去年的七月八月就課了五百億 那今年的五月呢 他再課兩千億 這也是貿易戰開始就是升溫的一個關鍵嘛 那剛剛的那個G團體裡面的五點裡面 我們會發現 他雖然暫緩了這三千億 但是這兩千億的25% 其實他完全沒有提耶 對 所以這兩千億的25% 從五月開始就開始課 那已經在發酵了 對 他慢慢的在發酵了 所以從這一點我們其實看得出來說 美國這邊並沒有讓步的一個動作 那除此之外呢 到底中美之間的癥結點在哪裡 為什麼他們總是談不攏 我們從整個美國對中國 在第一輪第二輪的談判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端倪了 這兩個談判裡面呢 其實我們整個研究員 拆解了過去十一次的一個談判 重點就在這兩輪談判了 在第一輪談判裡面 美國對中國提出了七大要求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這七大要求 其實美國你這邊有一點過分吧 當初中國這邊也是拿了你不要的製造業 然後現在其實產能過剩的 有一點嚴重經濟結構需要做調整 但是想不到在第二輪談判的時候 中國答應了美國這七項裡面的五項 對 那其中一項他沒有辦法答應哪一項 就是第二項 停止對中國製造2025的企業進行補貼 所以從這裡我們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貿易戰會升溫成科技戰 因為美國這邊他其實除了貿易 打著中國以外 中國這邊對科技他其實不願意讓步 當然 所以這件事情他其實就是變成一個持久戰了 對 好這個追日超美就是中國的既定的基調 所以貿易戰暫時 暫時這個修兵 但是科技戰是不斷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那美國經濟到底現在目前的情況怎麼樣呢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數字其實變化蠻多的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五月的非農數字不是太好看 但六月的非農數字又上來了 然後這股市也漲這麼多 到底美國現在經濟的位置要怎麼看 美國經濟到底現在好不好 那麥克風財這副總裁 你覺得其實還算可以接受 我覺得其實美國現在基本沒有什麼大問題 它的就業率 失業率大概只有3.7%相對低 那美國新成長大概一年大概有2-3%也是不錯 所以基本上來看 我們覺得美國大概基本面上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大家會擔心的 我剛剛提到說現在 比如說市場上比較擔憶有幾個現象 第一是說美洲貿易戰 它是一個變成持久性的戰爭 從原先的貿易戰可能變成所謂的科技戰 這感覺一定是會 對 所以其實之前市長有提到一個休息底的陷阱 所以相對來看 當有個新大國對未來強權要做一些挑戰的時候 雙方面似乎有些未來戰爭的可能性 當然我覺得未來戰爭形態 有所謂從真正傳統戰爭 變成所謂科技戰或貿易戰 大方向來看 我們覺得美國股市沒有什麼太大的疑問 只是說第一我們剛剛說 其實目前的美國股市本益比不是太便宜了 所以相對來看 我覺得其實你看剛剛欣也特別提到 年初以來光半年時間 美國的股市S&P漲度漲過20% 對啊 真的沒有想到漲這麼多 跟大家報告 從1900年到2019年的5月 道瓊工業值的平均的報酬率 大概一年大概6.8%而已 所以一個20%半年的漲幅 在任何一個市場都是一個比較高的漲幅 所以相對來看我們剛剛提到說 美洲貿易戰的這些負面消息 並沒有完全反映在第三季跟第四季的獲利 所以相對來看我們覺得短期間之內 股市會有一些震盪的壓力 但是大方向來看我們覺得還是有機會 特別是說我們可以看一下 通常來看當美國的股票的殖利率 大於美國十年輕功在殖利率的時候 資金還是要有地方可以去 所以相對來看 對於一般的投資人員 他覺得說可能股市的部分有些高 但是對於負面上來看的話 他還是希望在所有的資產當中 找到好的投資標的物 所以簡單是說只要股市做適度拉回 我們倒是覺得說可以在好的產業 好的標的物做適度的配置跟佈局 OK 所以副總你覺得說 其實這個目前真的是蠻操長的 下半年可能會做一些調節對不對 剛剛不斷強調是要做一些轉換 好我想問一下Rachel Rachel你們這邊你們做個表對不對 因為團隊也很認真 你這個景氣循環點你看起來反而覺得 好像表裡面看起來台灣是不錯的 看台股都知道從9000拆到11000 哇 就厲害 沒錯 我們在財經驗平方的網站上面 其實會提供大家這個經濟循環圖 因為我們覺得經濟體 它其實是會透過一次一次 周期性的一個循環 再做重複的一個發生 那這循環圖它分為擴張 循環衰退復蘇的一個四個向線 那我們可以看幾個主要的經濟體的一個落點 我們會發現其實表現比較好的經濟體 譬如說台灣 你看我們在擴張那個欄 怎麼跟我們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就像剛剛慶怡提到的 其實台灣這邊真的有受惠中美貿易戰 我們看到很多資通相關的一個產品 其實成長率都是到兩到三成左右 在今年 對 所以台灣它回到了第一個向線 那美國呢 它則是在第一向線跟第二向線 就擴張跟趨緩這邊 在做波動 那其他比較差的一個經濟體 包含中國 包含歐洲跟日本 它則是在趨緩 甚至在衰退的一個位階上面 從這裡其實我們可以統整出來 全球的一個經濟 它其實從去年 應該是說從2017年 2017年是最好的時候 2017年它就是在這裡 對 然後慢慢的2018年到兩個中間 到2019年其實整個一個經濟 已經落入趨緩的一個向線了 那主要趨緩的原因就是剛剛提到的 像中國啊 歐洲啊 日本啊 這邊的經濟的一個狀況 表現得比較疲弱這樣子 那美國的狀況到底怎麼樣呢 剛剛副總他其實有提到 就業的數字很好 那就業影響消費嘛 我們就來看一下消費的一個數字 那我們 N平方研究員其實有畫了這張圖 那我們就用這張圖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美國現在的經濟狀況 太講複雜 不會不會 它不會很複雜 它是兩個經濟性 消費者的一個經濟性指數 分別是經濟諮商局 也就是藍色這條線 跟密西根大學 紅色這條線 對 他們統整的一個消費者吸引指數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兩個消費者吸引指數 其實現在都還是在高檔增檔 現在的零售銷售 美國零售銷售也還有3%左右 所以經濟的表現 算是穩定的 但是我們也做出了一個 很有趣的研究 就是我們把這兩個 紅色跟藍色的線做相減 得出這個黃色柱狀體 那你會看到 經濟在擴張的時候 其實這黃色的 相減的一個差額 它會逐漸擴大 對 但是當景氣出現趨緩 甚至要邁入衰退的時候 他們的差額會開始縮小 那現在是擴大還縮小 現在已經進入縮小的一個狀況 你會看到2000年之前 2008年之前 都有經歷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整體來說是 已經邁入這個 邁向衰退嗎 有邁向趨緩的一個狀況 邁向趨緩 對 所以我也建議投資人可以持續的觀察 包含這兩個一個 經濟信心的數字 還能不能支撐在高點 那以及他們兩個一個落差 有沒有出現持續縮小的一個狀況 馬上這個月的重頭戲 就是到底聯準會會不會降息 因為現在聽到這麼多的資訊 感覺美國警戒好像還行 那還行有沒有需要降息來刺激呢 當然川普一直不停地在逼這個聯準會 就是跟我降息 我們才能夠像這個火箭升空一樣 這個爆發性成長 但是這個美國另一方面來看 現在通膨不是什麼問題 好像又有降息的一個條件 所以這個有點難 但是滿多人在猜 我們節目也猜一下 很快的7月底會不會降息 請猜一題 2比1 憲哥你說不會 其實現在很多的新聞報導 各方預測 這數字我沒有看錯 是百分之百降息 對 聯準會我們看到 我們憲哥賭定 就是不會 聯準會這次歌聲大唱 所有老英都不見了 當然我們看到 從過去的葛林斯班 到柏蘭克到葉倫 葉倫是葉文的妹妹 是我們中國人 結果你看他們過去三個多麼有風土 結果這一次為了保住他的官位 竟然是昧著良心 而且他整個動作來講 對我們一般專業的人來看 真的是很奇怪 剛剛副總也講過 所以這個局勢幫聯準會的歷史定位局 對 不可以低頭 你想想看 在美國所有公布出來的數據 都沒有降息的可能 不管是從通膨 從這個就業人數 從他的經濟成長 從所有的 我們看到美股的表現 創新高 美股在創新高 你在降息 你在降什麼 就是因為川普的一句話 因為川普罵你嗎 還是為了保住你的官位 所以這一點是 在市場上是非常質疑的 但是市場就又滅於所謂的 包括他講那句話 所以認為說一定會降息 百分之百降息 但是我看到很多的一個負評出來 就是說如果這次降息以後 會怎樣怎樣怎樣 而且他也出現了很奇怪的一個事情 我們上次在講到所謂的利率倒掛 利率倒掛代表說 未來的這個八個月到十八個月 美股一定會下來 那這樣的話 你可能還有降息的可能 現在不是啊 你現在這麼的榮景你在降息什麼 只是因為美國在九月 你政府的赤字高漲 你政府可能停擺 只是因為這個理由 還有川普天天罵你 罵到你受不了嗎 所以我覺得很可能 在下半個月 就七月的下半個月 現在您剛剛講的百分之百降息 他是認為說一碼到兩碼 那我認為搞不好 如果有一天 他晚上做夢的時候 聞心自問 我不能為這個位置 而出賣我的良知的話 搞不好就不會降息 但是九月一定會降 九月這個七月你覺得 還會挺住hold住 但是現在你覺得百分之百會降 如果來個不降 那股市不就壓力很大 當然 那你這樣說要賣不賣 好煩喔 你想川普他希望股票下來 還是股票上去 當然上去 沒有 他希望股票不要飆那麼快 我明年才要選你飆那麼快幹嘛 他希望股票創新高漲 趕快拉下來 給一個台階下 所以他一直在搭梯子 在側梯子 搭梯子 川普是一個很壞很壞的壞蛋 我來換一下總裁 你剛剛是舉 你覺得會降息 可是剛剛信哥講 現在沒有降息的條件 好 我們應該說分幾個情況來看 從美國經濟基本面而言的話 的確美國可以不需要降息 但是在這一次的FED 他接種會當中 他特別23次說到uncertainty 也就不確定這個字 那所以其實國外媒體 也把這簡潔變得非常有意思 他說23次不確定 所以告訴我們其實 相對來看 可能多多少少少 你怎麼會在做決策的過程當中 會受到一些其他生意的影響 當然我們希望說其實幾個東西 第一說相對來看 FED真的要維持公職更換的特性 此外我覺得其實如果 假設7月份不降息 當然我們花期目前為止會降息一碼 我們不覺得會降息兩碼 主要是還是在於說 基本面不錯 那我覺得其實是 也另外一個想說 我們剛剛提到說 現在三個月跟十年期公職 還出現倒掛的情況 代表說未來可能美國緊急會衰退 如果今年出現大幅的降息 市場上另外一個擔心說 那以後聯準會的武器就不夠多 所以相對來看 我們覺得這一次來看的話 因為鮑威爾講那麼多的不確定性 所以我們覺得這一次他會降息一碼 那接下來會看緊急專門而定 那當然如果說剛剛欽妮提到 如果他費得不降息的話 對 那我覺得金融市場的壓力就變比較大 OK 壓力就變大 所以剛剛講的23是uncertainty 其實那可能是金融界的摩斯密碼 我知道不能降 但是我可能就是會降 大家我有苦衷的 不要再怪我們了 這個Rachel剛剛也是說 不會 其實會 會 我這邊就是提出 像聯準會六月的利率點證圖 這個圖給大家 其實我們公司表真是很多 對 其實我覺得聯準會他自己也很亂 對 他根本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降息 本來沒亂被罵都罵到亂了 對 你從這張圖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17個委員他都可以投這點證圖 這點證圖就是年底的時候 到底利率會落在哪裡 你會看到有8個委員覺得不會有任何動作 到今年年底 但有7個覺得會降兩碼 對 所以8個覺得不會動作 7個覺得降兩碼 那他們自己也很亂 他們自己根本不知道要怎麼做 那我就直接提出 這個就是我們統整FedWatch的升降期機率 這個藍色的線是市場覺得會升息的時間點 所以你會看到像2016年升了一次 17年三次 18年三次 18年四次 其實它都是照著市場走 就是市場覺得80%以上會升息的時候 聯準會就這麼做了 那今年開始紅色這條線起來了 紅色這條線就是降息的機率 藍色是升息的機率 現在還有人認為會升息嗎 當然沒有啊 你看升息的機率是零 對 但是降息的機率 不要人說有升之一年可能看不到了 只要川普在任的話 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降息的機率來到了百分之百 對 所以7月降息的機率 市場已經覺得是百分之百了 那你覺得聯準會敢不降嗎 你覺得一碼還兩碼 一碼 一碼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如果照這個劇本走的話 這一碼沒有降的話 那個就是另外一個事情又大條了 好 這樣走下去的話 那9月基本上三位都覺得是會降息了 7月 7月降 9月會降嗎 憲哥也覺得9月 我是認為9月降的機會比較大 因為現在大家百分之百會降 所以股票已經領先反應 那領先反應就不用再降了 幹嘛要再降 川普就希望股票漲而已 可是你要持續啊 稍微hold住啊 不然就掉下來了 那下半年 因為現在這個上半年很多人 這個操作成績單可能還不錯 只可惜這個美股 可能被下半天沒有買太多 那下半年要怎麼投資來操作呢 下半年可能有哪些風險 要提大家先來注意 當然一個是聯準會降息的態度之外 副總理你怎麼看 我們這邊其實花期看 對於說下半年三大風險 第一個所謂 三大風險 第一是地緣政治的風險 地緣政治很亂 第二是全球貿易戰的風險 我們站在上面結束 那第三呢 就是我們要緊急摔退風險 那從地緣政治的風險來看的話 其實雖然短期間之內 大家對於說好像之前 這個美國跟北海的狀況來看 好像稍微暫時的緩解 對 但是大家可能不要忘記 在十月底的時候 英國脫鉤的情況 我想對於說 整體全球基金來看 一定會造成相當的衝擊 我們看到前一陣子 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外商銀行 在全球大幅財源一萬八千人 大部分財源的工作人 來自於英國 所以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英國脫鉤 特別是十月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似乎Boris Johnson 前英國倫敦市市長 很有可能變成接下來首相 那會導致所謂的淫頭 所以相對來看 我們覺得這個第一 第一原重是風險 大家不要忘記 第二其實就是貿易戰 我想剛剛憲哥哥有提到 除了說美洲貿易戰 暫時告一段落 但是我想未來可能對 這個美國 對比如歐洲的歐洲 或是日本的汽車工業 各方面來看的話 或是農產品多少 我覺得它這東西 它戰線會不斷的擴大和持續 所以第二方面的話 我們覺得貿易戰持續 或許川普哪一天 就是又做到一個夢 我覺得相對來看 可能對其他地方 又不同的相反 他今天耳朵應該很癢 所以我覺得其實 川普的形勢作為 跟過去的那種 真的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貿易戰的風險 會持續下去 第三就是大家提到說 可能前一陣子三個月 跟十年期 美國公債子率的倒掛現象 那過去今年來的確是 大概十六到十八月之後 會有這個緊急衰的緊急發生 那我們其實花旗本身來看 也是我們在過去 不斷是加拿股市過當中 在第三季我們對股市 作為所謂基礎性的解碼 所以相對來看 我們覺得股市 特別今年以來 漲得非常非常多 那我們對於後市上來看 就是以這樣的位置來講 我們就會稍微謹慎一些些 OK 下半年就做一些調節 所以簡單來看 我們就用十二個字來代替 對啊 這什麼意思 川金代銀 美中不足 股菜零 川金代銀 其實我想 我們前一陣子看到 川普跟金正恩 碰面了 那代銀相對來看 雖然美國跟北韓的情況有些和緩 對 那也就是帶中央銀行 國聯準會 他們到底怎麼看 那我覺得他目前來看 是全球金融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柱 你說助力也好或是主力也好 所以他的態度 我想會影響全世界的金融市場表現 那美中不足呢 那美國跟中國目前看起來 雖然第一階段 他們所謂的這個貿易戰 暫時告一段落 但是我想其實相對來看 我們也非常清楚 前一陣子國內談了很多孫子兵法 我們稍微講一下 孫子兵法講到知勝者物 第一是說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第二 視眾寡之用者勝 第三 上下同欲者勝 第四 以欲代步欲者勝 第五 將能均步欲者勝 那我覺得在第一階段 總裁中文很好 可以 所以第一階段 似乎美中打了一個平手 那我覺得其實這東西 會是一個比較長期的變化跟戰爭 所以美國跟中國都在第一波戰當中 各取所需 都是一個 你可以說慘敗 雙方來看都有些受傷 我覺得其實這東西相對來看 美國跟中國 都沒有完全得到他們所謂的東西 所以我們講到美中不足 那當然我們會擔心 假設說美國經濟成長或企業獲利 或者中國本身的內需市場 不夠的話 我覺得是我們需要觀察的因素 那最後是股債聯益 我們剛剛提到說 股市跟債市的配置 相對來看 我們覺得在第四季開始 就是英國脫歐 我覺得對全球的市場 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大家千萬 因為不要因為台灣 好像跟歐洲 比較不是那麼的 對 就是花太多時間在注意它 但是我們非常清楚 整個歐洲的經濟體 不比美國小 那如果歐洲的狀況不是那麼好的話 我覺得對全球的這個 資金融市場來看的話 都會有比較負面 都會有重大的影響 所以在未來股市跟債市的配置當中 我們覺得要聯想到 英國整個脫歐狀況來看 對市場的衝擊 OK OK 所以這樣聽起來就是下半年 其實很多不同的這個變數 而且這些變數 很明顯就是持續在發生當中 是 所以下半年要操作上要 比較謹慎一點 憲哥你怎麼看 那你的資產配置 這時候會做什麼調整 好 那下半年還是看得比較保守 最主要就剛剛副總統講的 在全世界的四大經濟體 都出現了問題 當然第一個美國 我們知道 美國跟中國兩個對打的過程裡面 美國本身 他並沒有解決 他的一個雙次制的問題 所以美國的經濟沒有那麼好 那你股票又站在歷史的高點 那漲多了 就是最大的利空 就是美股來講 那對中國來講 今年的經濟下行已經確定了 第三個就是歐盟 那整個歐盟的一個經濟體 裡面我們看到德國 德國去年的第四季 他的經濟成長率是0 那另外剛剛講到脫鎖的問題 那脫鎖你要脫 你就乾脆一點 要脫半脫全脫 你要趕快脫 你不要在那邊脫脫拉拉 要躺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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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 躺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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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已經脫到連一個總理都換人了 所以英國英棒也不行 那英棒如果不行的話 德國的一個經濟又下行 那這樣的歐盟也不行 那我們看到歐洲也出現了一些 包括土耳其 包括義大利 又出現了一些民粹的一個事件出來 所以歐洲不行的話 那我們再來看日本 日本這次又把韓國要打死 這個日韓又打死了一個 所謂的從來沒有看過的一個貿易戰爭 這一打下去以後 日本本身的這個經濟可能會發生問題 那如果全球的這四大經濟體 都發生問題的話 那你想對股票來講 要不要做一個修正 當然要 但是我們剛一開始開中民意 就跟各位報告 就股票並不是說它只有一支 美國股票兩三千支 有一些好的有一些壞的 所以我認為 如果投資朋友在這邊的話 第一個股票不要超過50% 你可以把部分的資金挪到哪邊 挪到債市來 這樣的話股債做一個平衡 這樣的話你在整個風險的一個規避上 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那當然保留10%的現金 可能是目前來講最好的投資策略 OK好 這個戰協40%現金這個10% 等於是50%是比較穩一點的 在50%繼續拼 這個Rachel不一樣的看法嗎 OK 我們在去年的油價出現 很明顯的回檔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撰文提到說 這一波的景氣脫投 應該是有機會延長的 但延長到現在下半年 我們要觀察什麼樣的一個重點 我這邊就提出 三大賣出股票的訊號給大家 那第一大就是 賣出訊號 對 這應該對投資人會非常有幫助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油價 我們必須要密切觀察 油價的一個走勢 在去年的 去年的年底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其實油價一路的上漲 飆升到70美元一桶以上了 對 那個時候其實美國的壓力很大 那時候聯準會其實升息了四次 而且覺得今年還會繼續在升息 但是那個時候 川普把油價打下來了 一路打到50美元一桶以下 那在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也相對的延緩聯準會 可以寬鬆的一個時間點 讓整個一個景氣多頭 出現延長的一個狀態 那現在呢 現在的油價 大概已經又回到60了 那我就給大家一個訊號 今年第三季的時候 油價不可以超過65到70 對 超過呢會怎樣 超過的時候 聯準會他就會快有壓力了 他會覺得我還要降嗎 因為通膨又起來了 所以65到70 在第三季的時候 就是一個關鍵水位 那到第四季的時候 因為基期變低了 所以60以上就要注意了 如果第四季的一個油價 攀升到60以上 就是賣出的訊號 就是賣出的訊號 那再來第二個賣出訊號 是公債的殖利率 不可以低於1.9% 剛剛其實副總裁有提到 鼓勵殖利率跟公債的一個 報酬率的一個關係 那去年的公債殖利率 十年起有3%以上 3%以上 我當然要把錢放到這樣子 沒有風險 又可以給我每年3% 利息的一個地方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錢慢慢的流到公債 那現在再加上降息的一個影響下 其實公債殖利率大幅的下滑 現在十年起公債殖利率大概2% 對 但是如果在 快1.9 你說1.9一下到 對 但是如果在持續下滑的話 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現在的股利殖利率是1.87 如果公債殖利率低於股利的殖利率 會出現的一個情況就是 錢會大量的湧進股市 其實投資市場最怕什麼 多頭市場不怕還漲 但怕泡沫 如果出現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就是泡沫的一個現象 大家就要賣出 那第三個 我快速再講一下 第三個是我們最關注的基本面 其實基本面不好 怎麼降息都沒有用 大家一定要注意 記住這句話 那基本面我們會用 非農的年變動來看 這個數字是一個很神奇的數字 只要非農的年變動超過200萬人 美股就是多頭 但是只要非農的年變動低於200萬人 跌破200萬的話 對 像90年 2000年 2010年 美股就會出現非常明顯的長空 從油價值利率還有這個非農 給大家做這個賣出巡號參考 對 我們來看剛剛講到這個債券 因為這個債景氣波動不確定的時候 當然債券是一個很好的避風港 我們來看這個債券今年有買的人 真的也是笑得很開心 債事表現真的蠻好的 好 我們這邊看到的是 美國公債跟投資等級在債券指數 到今年以來漲了5%多 你看看這個台幣的定存地率有多少 1% 這5%多好不好 好喔 那螺絲新市場 美元公債的話 漲了這個將近11.56以上 美國的高收益指數 漲了這個10%多 中國公債指數漲了1%多 那我們跟這S&P500來比的話 其實當然是股票漲更多兩成多 但是整體債市來看 表現真的很好 對不對 那下半年可以繼續操作這個債券嗎 因為剛才其實副總財你講了很多 要開始調整 要怎麼調 我們目前來看 對於今年下半年的策略當中 對債市是維持加碼 維持加碼 對 我們看好的是 比如說投資等級的企業債 其實也包括美國的公債 對 都是比較安全性的標的 包括美元基價新市場債 這我們看好的標的物 那主要原因在說 因為下半年不確定因素變得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在整體的資產配置當中 如果投資人能夠多一點債券組合的話 市場在震盪過當中 我覺得投資人不會太過擔心 高收益這方面來看 我們看就比較維持總理 原因是說年初以來 漲得真的比較多了 那我也講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當中 Triple B的債券發起量非常非常大 那一旦景氣變得不好的話 可能有機會這些三個B的債券 會被down回到這個high yield棒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 可能對債券組合 特別是高收益債券組合當中 會有些負面的影響 所以簡單來看 我覺得其實現階段而言 就是說你相對來看 比較穩健的投資人來看 在整個資產配當中 我覺得投資等級的企業債 工債 美國工債 跟欣賞債券美元計量的話 我覺得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標題 那可以加碼 然後這個高收益債稍微減碼 因為這個跟景氣連動性比較高 那一些防禦型的股票呢 我覺得其實股票當中來看 剛剛我們看防疫型 有看幾個 第一是所謂的產業的型 第一是包括所謂健康護理 第二是所謂基礎建設 健康護理大家非常清楚 兩個主要的動力來自於 第一是來自於人口老化 我想老年人對衷班人的需求 是比較多的 第二是來自於所謂新市場有錢人 當然新市場的需求越來越多 他對這方面需求會大幅增加 那第二我們剛剛提到的基礎建設 我想特別是在 我想包括美國本身 我想川普自己說 他這個美國的紐約的機場 是破舊的不得了 所以相對來看 過去一段時間當中 美國政府也非常清楚 他必須在他基礎建設來看 做大幅的更新 所以相對來看 我們覺得這個東西 是一個比較穩當 相對抗疊的一個標的產業 我們覺得在未來看 這是兩個所謂防疫型的 這個產業的股票 另外就是所謂的高股息 股利率比較高的 相對來看企業獲率比較好 所以在整個比較 防疫型的股票當中 我們對健康護理 技術產業 跟所謂的高股息的股票 是我們看好的標的 好 防疫型股票跟這個債券 這個資產配置好的話 才能夠把獲利守住 所以投資最重要就是 不要賠錢 憲哥如果講到新市場 一些投資人可能會覺得 那個波動度很大 心驚驚驚 你有什麼方法可以建議大家 其實以新興市場的一個 國家主權債來講 他的收益是蠻高的 像國內有在前年 他花了一個國家主權債 他的一個當初設計是 年報酬率8.3 結果後來不到10個月 就拉到13點多 所以只要是 新興市場的國家主權債 我們知道在去年的一個 IMF 國際貨幣基金 對全球的GDP的一個 他的一個預測來講 是衰退的 就是所有的大的一個 經濟幾乎衰退 但是整體 Total來講 並沒有衰退 從3.3到3.3 那這中間的差別在哪裡 就所有新興市場都看好 所以我們看到 在差不多六個月以前 我們看到 比如說像巴西的股票創新高 印銀的股票創新高 我們看到這個 菲利賓的股票創新高 也代表說新興市場這一次 他們跟他們的一個經濟成長的力道 其實是還蠻大的 比如說中美貿易戰打的時候 你看越南 它的一個經濟成長力道就很強 所以新興市場的一些國家主權債 應該可以特別注意 那至於股票來講 因為過去我們都認為說 從降息的循環到生息的循環 那生息的循環對什麼最不利 對保險 保險業對金融業是最不利的 那現在又從生息的循環 因為川普的關係 又變成這個所謂的降息循環 那這樣保險公司 以及金融這個部分來講 尤其是他的殖利率 台灣有很多的人 殖利率都蠻高的 這些都可以 另外我也相當贊同 剛剛傅總講的 因為現在這個人類的基因突破突破以後 每一個人都可以活到120歲 那這樣的話老齡化的一個社會 它需要的預防醫學這個部分 包括像很多的生計股 而且生計股在中美貿易戰爭裡面 它幾乎是躲過所有的一個炮火的 那這個部分也可以注意 另外就是獨身經濟 我們看到日本現在有差不多 獨身經濟 對 日本單身經濟 日本現在有32%的單身經濟 所以為什麼你去吃拉麵的時候 一定要到一欄去 你二欄就不能吃 因為一欄的時候 你就沒有那種所謂的虚皮的感覺 我這個一個人吃 中間有一個聯子 我完全不看得到 所以你要到一欄不能到二欄 但是在台灣 現在獨身經濟已經22% 因為現在很多女孩子 你看這談戀愛談到33歲 然後要生小孩38歲 所以獨身經濟 它創造另外一個寵物經濟 很好啊 寵物經濟又出來了 所以這一些相關的 其實都可以特別注意 在這次中美貿易的炮火之下 它能夠躲過這些炮火的 這些股票 它只要利率它很高的話 而且它公司是很健全的 其實我覺得未來 它都是屬於一個 比較安全的 一個避風港的股票 OK 好 另外這個大家會比較關心 在這個比較波動作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錢 往哪裡放是比較安全一點點 那麼台灣人非常喜歡 做這個定存 一些比較高息的 這些定存的貨幣 那這個美金來說 像最近這個 同看新台幣有走強 美元指數 因為這個降息方面 有一點的壓力 美元指數稍微一點滑落 對於我們台灣投資人 是不是算是一個好消息 這時候是換美金存定存的好時候嗎 其實川普上任的時候 他是希望從過去的強勢美元 變弱勢美元 因為他是希望這個 產業回歸到美國 那想不到 美元反而是非常的強勢 所以台幣它曾經 升值到28.995 但是現在又貶值到31.5左右 那我覺得在台幣升值 有時候最近這個 美國因為它要降息的關係 所以美元在轉弱的過程裡面 那台幣相對就變成轉強 這個時候去換美金 換美金以後 你要存在 美金的這個外幣的戶頭裡面 比如像花旗銀行 它現在是3.08 6.8 3.08到3.28 這也很高 對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讓 那你想想看 你如果存台幣的話 差不多1.0幾 那這個中間 就差不多3倍 那對一些 比較退休組來講 還是說 它的資金比較大的人來講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好 又安全的一個投資標的 而且像美金來講 你如果從去年的年初到年底 它的升值就8點多% 那你如果8點多%升值 你又賺到了一個殖利率3點多% 那加起來就11% 那很恐怖 所以我覺得 你有部分的一個資產可以放在這邊 那有一些人就說 我告訴你很需要 很愛買其他 我要扭幣 奧幣 可以到4.5% 最高可以到4.5% 那就是台幣 這個台幣存款的4倍 所以你可以 按照你自己的喜歡的一個貨幣的匹別 你可以做彈性的一個調整 然後賺取你想要賺的殖利率 好 因為我們以前常說 如果說你是對這個定存有偏好的人 有時候你稍微這個 手機是不是操作一下 一樣定存這個新台幣 跟定存這些外幣 這個高利的部分 利息方面收入是差很多 那當然投資人會說 重點是這個幣值要穩 你的幣值大扁的話就不好 美金有可能會大扁嗎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可預見的未來一年兩年裡面 美金還是沒有大扁的 而且局勢越亂的時候 其實美元反省 對比如說在差不多六個月前 有一陣子美元不是下來嗎 很多人資金就跑到日幣去 做一個所謂的避風港 到後來還是撤出來 因為到後來還是回到美國去 所以也因為全世界的一個資金的流動 因為地球是平的 資金沒有國界 所以美元轉強以後 台幣就相對轉弱 所以你看在三個月前 台幣就一路的一個轉弱 人民幣也轉弱 韓元也轉弱 日幣也轉弱 那到後來還沒有辦法 平仔懵人 川普真的我不喜歡川普 但是我喜歡美金 我想很多人都這樣 包括伊朗也一樣 你去伊朗 你看伊朗這個 我們去伊朗觀光的時候 那個導遊多愛國啊 從頭罵美國罵到底 到最後拿小會的時候 你要伊朗幣還是美金 我還是要美金 因為美金比較強 所以這是沒有辦法的選擇 的選擇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未來 在一兩年裡面 美金還是相對強勢的貨幣 那其他這些高利的外幣怎麼看呢 因為這個投資外幣 就是很擔心 它這個匯率的變化 像這個我們看到 不只降息美國 那包括這個澳洲 已經降了兩次了 很多今年其實 吹起很多降息風 這外幣投資方面 我想問一下副總裁 你的建議是什麼 好我們大概 對於貨幣的看法上來看 我想其實大概所有的貨幣 大家是針對美金來看 對 那我們對於其他外幣而言 我們大概比較看好是日幣跟瑞 日幣跟瑞 特別是說我們覺得 其實特別是市場 在波動過當中 我覺得這兩個 避險的貨幣 有避險的貨幣的特色在 那其他貨幣其實相對於美元 我們倒不覺得說 會是有個太大幅度的變化 因為我覺得大概 我們覺得下半年 大概是一個區間的 區間這樣整理 所以簡單來看 我們覺得對於說 國內投資人 以外幣的石油角度來看的話 還是以就是說 哪些貨幣讓你能夠做到 投資標的物最多 那其實以目前 國內的一些環境來看 我覺得還是美元 能夠提供最多的 投資的標的物跟方向 那其實我們之前做過統計 在所有的資產類別當中 其實從2008年到2018年 過去10年當中 所有的資產類別當中 其實現金只能提供 大概0.3%的報酬率 所以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們非常清楚 市場每一次都會有震盪 可能都有些拉回 都會回檔 但是我覺得其實每次都回檔 我覺得只要好好審視 你目前投資資產配置來看的話 我們覺得會有很好的投資機會 那其實還是跟大家強調 其實在中長期來看 一個好好自然配置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此外 如果一個長期投資的角度來看 我們非常知道就是說 股市當然是波動性比較高 但是以長期的投資角度來看的話 這是一個就美國S&P500 過去20年投資的資料 他提到說如果在過去20年當中 如果你一直投資 S&P500的話 過去20年的年平均報酬率是7.2% 真的 早知道就只買S&P500就好了 但是如果說 你覺得你很希望進進出出 然後每次想要去買到最低 賣到最高 你只要錯過每一年 錯過20天 你的報酬率從正的7.2% 變成負的2.7% 所以相對來看 我們還是跟他強調說 其實如果做好正的配置 你不用太過擔心市場變化 我想再舉個最新的例子 我想過去去年年底的時候 大家都在市場都非常非常悲觀 那是一個驚恐的聖誕夜 對 真的 但是 現在好像大家都忘了 對 誰能夠想要說 在紀念以來 光S&P500就反彈超過20% 所以我們都不是神 所以相對來看的話 我覺得其實就做人應該做的工作 好 我覺得這都是王道 資產配置用是最重要 你沒辦法真的是 預測到那麼精準 降級幾碼這些事情 但是你都把資產配置做好的話 你就可以很安心的 不斷的這個繼續操作 好 憲哥 那其實很多我們國內的 一個投資朋友來講 他是全世界水準最高的 很多人說我自己做得好啊 對不對 我自己來當老闆也可以 你如果自己當老闆的話 那你在下單的話 你可以自己選擇 那花捷運量 他是一個財戶管理 輕鬆投資全球 那你只要開戶以後就可以了 而且他的手續會 只有千分之三 不管是美股有3000多檔 包括美股 包括ETF 包括港股有400多檔 所以其實在國內 都可以自己操作 而且你一般來講 互買回的一個過程裡面 美股你就直接用外幣存款 用美金存款 那港股的話 你可以用台幣換港幣 換港幣 然後用這個港幣的一個存款 就在目前來講 我認為下半年的一個股票的風險 是存在的 但是你很多的龍頭的股票來講 他在全世界無可取代的一個地位 另外很多的一個獨角獸 另外很多的ETF 其實都是讓投資朋友 可以賺錢的一個機會 而且你也可以訓練自己的一個 操作的一個模式 不一定要去買基金 因為有些人就覺得說我買基金幹嘛 我就一定要看這個基金經營的運氣 我自己今年運氣很好 我又沒有換太歲 那我自己來玩就好了 那你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開個戶 然後你就可以去用戶買回的方式 去買美股去買港股 那甚至其他全球的一個股市 ETF都可以買 好 資產配置的好幫手 另外這個沉寂很久 最近開始金光什麼黃金 很多黃金真的是又愛又恨 這次又回到1400美金之上 那這波窗息會稍微回落一點點 接下來這個黃金 還可以繼續持有嗎 女生都喜歡黃金 問Richard 好 我覺得黃金其實是 在接下來還是可以繼續持有的 那我就簡單講一下 黃金它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特性是黃金抗通膨 因為當通膨出來的時候 黃金貨幣會開始失去它原有的價值 但是黃金不會 所以在通膨的一個情況下 其實黃金它會和它呈現正向的一個走勢 那第二個呢 黃金沒有利息 所以當假設現在是在升息的時候 投資人其實會寧願把錢存在銀行裡面 因為它有利息嘛 那黃金沒有嘛 那相反的 只要它是在降息的一個動作的情況下 反而黃金會有機會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張圖 我們可以從1970年 一直看到現在黃金的走勢 黃金其實就是漲在 包含像70年80年的那個時候的大通膨 因為那時候兩次石油危機 那再加上像2008年之後的這一波 到2012年的這個大寬鬆的時候 其實黃金就是漲這兩個時候 那之後呢 因為聯準會開始包含說 縮債 縮表 以及開始升息的一個動作 其實黃金沉積了蠻久的時間 我們2008年在做節目的時候 700多塊金價武器的 叫觀眾朋友一直買 那時候買 但是如果你沒有賣 可能也被套牢了 那你就看到現在目標價 你們看到多少 我們其實覺得它在未來的趨勢 還是有機會再上漲的 只要有三個關鍵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大戶怎麼做好了 我們M平方其實也統整了 像美國那邊CFTC 期貨大額交易人的一個多空的一個持倉 你會發現大戶這邊還是持續的 就是在做多黃金的 那我覺得黃金就是三個原因 為什麼它還可以持續持有 第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聯準會的降息 對 那第二個是 第四季的時候 通膨的積極很低 所以通膨還是有可能回溫的 在第四季的時候 第三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經濟是趨緩的一個狀況 所以包含經濟趨緩 包含通膨在第四季有機會回溫 以及降息的一個情況下 其實就促成了黃金 持續上漲的一個動能 所以黃金你覺得可以加入配置 在現金裡頭 八是一個很特別復甦的一個數字 那麼歷經了這個我們講 股市五重六卷季上吊之後 八月是不是可以重新再來配置 那剛才這個副總裁 強調資產配置的重要性 那提到了股票基金跟外幣 這要怎麼樣來分配呢 其實對我們來看 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以現任來而言 我覺得對於比較 一般型投資人 比較文件型投資人來看 我們會建議股票上來看 對我們而言 我們還是覺得說大概 比較超過五成會比較好一些些 原因是在於說 市場的運動性比較高 對 那我們配置當中 其實剛剛提到說 除了說我們講到 防疫型的股票之外 我們對於新興亞洲市場 看得特別好 那原因是它目前來看 本益比大概就是13.6很低 然後股價鏡子比來看的話 也大概是1.5 比過去的15年的1.8來的低 那以這個過去統計來看的話 如果這樣的情況當中 未來的12個月到24個月 機會漲大概有20%以上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相對來看的話 那當中古股市 中長期我們一直看好 那主要很重要的原因是說 我們看到說其實在過去 人家對於一些主要市場的一些 WRB特別有一個指標 就是說從股市本身的市值 跟它的GDP的比例來比較 我們一看的時候 中國大陸目前來看的話 是非常非常低 大概這70%左右 那相較美國接近大概150 我們覺得其實相對而言 大陸股市中長期的投資價值 是浮現的 我想外加上我們非常清楚 外資的指數 CIA也好 富士也好 它不斷把中國的A股慢慢納入 這中長期來看 我們對股市是看得比較正面 那在債券上我們剛剛提過 我們對於說投資等級債券 包括公債 包括新市場債 我們看得比較正面 那此外債券投資另外一個叫說 你要是承擔所謂利率風險 還是這個天氣的風險 我們覺得其實我們比較 願意承擔所謂天氣的風險 所以相對來看我們可以傾向 投資等級比較高 但是它的這個天氣比較長的 這樣的債券 OK 我們今天這個很寶貴的意見 聽過大家做參考 祝福大家這個操作安息 又可以順利操作繼續賺錢了 拜拜